人生比人生苦 所以吃一吃觉得啊 人生很甜 是不是没看过这么冬丑的生鸡汤 这颜色黑黑的看起来非常非常可怕 这汤好喝耶 欢迎来到喂公子吃饭 说到来韩国一定要吃的食物 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说生鸡汤是一定要吃的 但说到生鸡汤他普遍都会想到什么 你想到什么 土俗村 土俗村对不对 土俗村是蛮好吃的啦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 一般去吃土俗村要排超多队 而且大家不要只吃土俗村好不好 全韩国有很多种生鸡汤 而且单纯首尔这个地方 就有各式各样的生鸡汤可以吃吃看 今天我想要推荐各种不同的生鸡汤 让大家参考一下 好 今天的第一家是大名鼎鼎的 说实在有可能 它的名气是远胜过土俗村都不一定 叫高丽生鸡汤 据说是全韩国第一家专门卖生鸡汤的店 它有60年的历史 然后它是7年连续民进推荐的餐厅 惊人惊人 就算是在市政府附近 那我们到了 谢谢 高丽生鸡汤 我们进去看看 那这边有山山山也有人参 山山就是种在山上的意思 那并不是野参的山参 这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我今天来点 山山藏牧汤给大家吃 1碗3万块 就比较高单价的 但它也不是最贵的 最贵的是后面的 乌骨鸡的 乌骨鸡的山参鲍鱼 生鸡汤就变成是3万6 但是乌骨鸡 我知道有些人其实不敢吃 因为看到黑黑的不敢吃 好 那现在小菜的部分就是有大碟的泡菜 还有 还有角度鸡 还有马耐 这个像素辣椒这样 然后这个一杯人参酒 这可以直接喝了 也有些人是不喜欢那个酒味的话 也可以加进那个山参汤里面喝 那因为现在刚好天气有点冷 寒冷的天气里面喝个喝杯人参酒 是蛮续寒的 续寒 续寒 谢谢 山山鲍鱼山参汤来了 那这上面这些屑屑也是山参的一部分 那你就可以把它倒进去 把它撒进那个汤里面这样 然后也可以这样一根啊 这样抓起来就直接啃也可以 新鲜的山参 我觉得它甜甜的耶 你吃那个它的身体的部分 最甜 现在综合IU皱着眉头 有没有甜甜的 甘苦甘 跟人生一样 又甜又苦 然后你也可以泡在汤里面 慢慢吃慢慢吃 让它的山参的味道可以在圣津那个汤里面 哇 你看 这里面满满的糯米 你们知道生鸡汤普遍那个鸡啊 它躺着的样子是那个脚是交叉的 那据说这样的绑法是这间店开始的 这间店是塑造了近代的韩国的生鸡汤的样子 那这间的特色是汤是比较轻的 轻轻的轻轻的 那我觉得有些生鸡汤的店 汤的味道是很浓厚的 有些人喜欢很浓厚的汤 也有些人喜欢这种清汤 那清汤的代表就是高丽生鸡汤 然后这个鸡肉呢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沾着盐巴吃 我先吃原味看看 把人参酒加进去之后 汤的那个人参味就会更绵爽 好温暖哦 你觉得味道不够的话 可以把人参加进汤里面一点 这是胡椒 这是胡椒 要把胡椒加进这个汤里面 那味道就变得再通俗一些 通俗 清明 一般的人参鸡的话 可能鸡的肚子里面就有人参 然后我们点的是三参鲍鱼人参鸡 所以一般的人参鸡上面又加鲍鱼 又撒了一些三参鸡下去 今天吃很多人参的意思 那有些朋友可能好奇说 韩国人是不是真的很常吃生鸡汤的人 至少就我们家来说都真的超级常吃 因为对韩国人来说 生鸡汤是一种补身体 说到补身体就觉得要吃生鸡汤 而且因为韩国人参不贵 韩国人参市场就一堆一堆卖 所以其实蛮常拿来当补品来吃的 我妈妈只要我以前台湾读书的时候回家 就说还要帮儿子补身体 就会煮一大堆的生鸡汤之后 几乎一个礼拜一整个礼拜也是生鸡汤 我留地心 理解到没有 那晚上确实会睡不着 太有精神了 真的不会想睡觉这样 那我觉得这边米庆之所以为什么推荐 我觉得它的味道感觉起来 又不会有太强烈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就很好入门的感觉 也不会有太重的酒味 也不会有太重的人生味 那就简简单的清淡他们感觉 以外国人立场这间店应该是还不错 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的心得好了 先从普序剧拿来 真的蛮好吃的 然后在吃的过程 因为立场是比较少在台湾这样吃 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会用很多骨头 对对对 就要挑骨头小麻烦但是很好吃 台湾的鸡汤 我很想点那个龙仙菊 还有大蒜鸡汤 还有什么多皮辣椒鸡 但它的味道就是会有那个酱 酱的味道 然后也蛮浓郁的 但是生鸡感觉比较轻一点 我觉得轻也很好喝 可是鸡肉沾盐巴的感觉更好 所以到后来就很希望那个汤也有点 有点咸度 就是咸那个盐的味道这样子 我觉得它整身味蛮重的 可是因为它有多虚虚 挑食会蛮麻烦的 就是这样吃就挑成虚虚 然后我想吃虚虚 它太苦了 那我尽量安排是先从这个最清的 然后后续我们会吃到更浓的 越来越浓的汤 大家敬请期待 台式综艺 这次来到第二家了 第二家就是鼎鼎大名的土俗村 这间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几乎没有人没吃过的感觉 好像来韩国的观光客们 一般都会吃到这家 之所以这间店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因为是前总统卢武炫 非常喜欢这间店的 据说有一些国宾来的时候 他还特别请这边老板到清华台去 煮生鸡汤给国宾们吃 刚刚那个静泰里问说 是不是就在清华台旁边的关系 我这些也有可能 但其实它确实蛮好吃的 对吧 有吃过吗 吃过的人都知道确实还不错 所以在这一系列里面 还是不能少这个土俗村 既然比较的话 把它加进来才对 走我们进去吃 这间店的建筑本身就很符合观光客的口味 它就在景福宫旁边 那现在清华台也可以观光了 清华台逛一圈 然后景福宫逛一圈 来吃就感觉刚刚好 这是土俗村的menu 这样看就是最基本的生鸡汤是一万九千块 然后如果有加那个三生的 是两万五 上次吃了三生版本吧 那今天我来吃也是三生版本好了 那我来介绍一下这边的小菜 小菜就是跟那个高丽差不多了 然后芹菜 芹菜 都给蒜头 我从来记得好像以前都没有给蒜头 然后这个银参酥 一人一杯 噢 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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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泡菜也是一点点 微微的 这间店感觉调味 脚菜的蒜味比较强 山上面的 那它突出唇是直接给这样一小罐让我自己撒来吃 所以基本上这个生鸡汤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罐这一罐六千块也还好了没有很贵了 一百五十块 好我要撒在上面 嗯 味道淡淡的 这个就是昨天北投金泰里吃的时候一直挑一直往旁边推的这个 山山北安梗 还是啰 我先尝一下它的汤好了 高丽的话它就是非常非常轻 那这边是稍微在浑浊一点点 但是还是一样是清汤的质地了 好喝喝看啰 感觉多了一点点 不知道什么的那种creamy的一种口感 感觉是加了坚果类 因为它特别有强调说 如果你有坚果类的过敏的话就不要吃 所以它应该是把坚果类给搅碎之后加进去的 好喝好喝 吃生鸡汤来吃土蔬春呢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普遍都蛮喜欢的 因为它的质地不至于会太浓 也不会像那个高丽那边那么的轻哦 虽然一般韩国人在家里煮的话 都会像是高丽生鸡汤那种轻烫的感觉比较多 所以对韩国人来说也是吃土蔬春的生鸡汤 会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 吃不一样的食物的感觉 然后把人参酒倒进去之后再喝喝看 人参味会再重一点点 蛮喜欢把人参酒给倒进去 就会加人参酒再加点一杯 哦 加点人参酒 我倒没看过这样的人哦 它竟然有栗子在里面 好烫好烫 它比较有存在感的人参就这样一根哦 高丽的人参的量比较多一点点 如果你点的是三参版的话高丽的比较多 那如果你点一般版的话 土蔬春的人参比较大根 我觉得它的酪汁饭比较正 更暖一样 更暖哦 后面两家敬请期待 然后我也没吃过 你是很有名的 有名有名有名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煮人参七 她一直叫我吃人参 然后我不要 放一口吃 对身体好 我说我不要了 我一直勉强吃个几口 然后放个东西 你长大了 嗯 长大了 人参比人参苦 所以吃一吃觉得啊 人参很甜 它跟喝酒是一样的 嗯 好 我吃完了 我们来接个尾好了 它比较浓 但是也是因为比较咸 所以我不喜欢沾一点点奶粉 然后因为它比较多苦味在里面 喝糖类的奶粉 然后我比较不喜欢喝酒 所以我比较喜欢喝酒 我相反 我比较喜欢吃点糖 很稠的糖 可是也不会说到很咸 所以我刚刚也是有加了一把油椒盐进去 好好好 所以的鸡肉比较不是那种 底下就是鱼肉分泌的那种 比较喜欢这种肉 有嚼劲的肉 我就喜欢这边 可是这边它的肉也有一点没入味 哦 okokok 我是觉得两边都蛮喜欢的啦 我觉得可能韩国人吃生鸡汤的感觉是 对韩国人来说这是补品 这是食不用的 但即使是就以补品来说 其实这个味道也很不错 哪有这么好吃的补品 这汤给我的感觉是 除了比较浓厚之外 有一种骨香 还有奶奶的那种香气之外 鸡跟人参的味道 基本上跟高丽比起来 高丽的人参味比较明晴一点 因为高丽真的加了很多很多人参 说到人参鸡汤的话 高丽的更符合我的印象的感觉 那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生鸡汤呢 大家敬请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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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